9月26日 俄乌战争持续第215天 而最近一个时期 算是这场战争的升级阶段 俄军从一开始的迅雷不及掩耳 到后来的拉胯 再到后面的调整部署节节胜利 再到前期的兵败 仿佛走过了一段过山车式的表现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战争一定暴露了俄罗斯很多的不足 比如轻敌冒进 装备老化 意志薄弱 情报失灵和体系混乱等等 兵败哈尔科夫 让普京的压力来到了顶峰 毕竟国内很多人 其实是比普京更加激进的 比普京更想把战争扩大的 比如普京的小迷地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就公开的猛批俄军战略失误 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而更罕见的是他表示 如果俄军再不改变 他就要去找普京谈谈 这其实是一个侧面写照 俄罗斯国内对普京不满的人 已经很多了 这种不满是觉得普京不够强硬 所以普京最终下达了部分动员令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的说法 俄罗斯部分动员令 将动员30万预备一人员 同时他确保义务兵 不会被派到海外作战 如果说在动员令发布之前 普京是小看了乌克兰人 保家卫国的意志 也轻视了美西方参与 这场冲突的深度与广度 那么在兵败哈尔科夫之后 普京真的做到了抛弃幻想 立刻打仗 普京玩的招数可以算是虚实结合 实的方面就是大家看到的 俄罗斯不仅仅动员了30万大军 而且还正式启动了乌克兰东部四周的全民公投 无论美西方猛烈抨击 并表示不承认公投结果 但俄罗斯要的就是一个法理依据 虚的方面就是普京撂下了狠话 将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对此西方国家觉得这里的一切手段可能包括核武器 当然普京的高明之处就是还会虚实结合 比如9月22日 梅德维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 列出了普京宣布的俄方决定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结果 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顿巴斯的几个共和国及其他一些地区 将举行全民公投并加入俄罗斯 二是俄武装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 加强保卫所有已加入俄罗斯的领土 三是俄方已宣布在开展这种保卫行动时 可能不只会发挥动员能力 还可能使用俄罗斯的任何武器 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新武器 也就是说 一旦乌克兰的四个地区公投加入俄罗斯后 俄罗斯就可能动用核武器保护这些地区 如果有必要的话 所以梅德维杰夫说的不仅仅是乌克兰 还包括北约 谁要是敢攻击公投加入俄罗斯的领土 谁就要有吃核弹的心理准备 苦惊和梅德维杰夫料出来的核威慑 显然是激怒了美国 于是我们看到了老麦的拜登 把联大会议直接搅成了俄乌大会 明理按理权势谴责俄罗斯 并不断向中立国家施压 试图将俄罗斯彻底孤立 拜登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声称 俄罗斯总统疑似公开威胁使用核武器 此举表明莫斯科在蔑视核部扩散机制 对于拜登的说辞 我们认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说的非常对 至于美国总统的发言 我认为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体面 意思就是美国你太不要脸了 要知道 如今全球核不扩散体系之所以变得如此脆弱 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 最近几年美西方的核双标像一根针 扎在全球核不扩散的努力之上 形成一个个漏洞 美国就这个操行 还好意思说人家俄罗斯 真的是不要脸 当然围绕接下来的行动 各方骂也骂了 喷也喷了 该主张的也都表达了 接下来就看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新的表现了 之前乌克兰八月底大反攻 捷报连连 惊美惊日惊乌欢声一片 按照乌克兰官方的说法 在前期的反攻中夺回来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两个城市以及上百个居民点 在大反攻中 乌军占领了奥斯科尔和西岸的 酷皮扬斯克 一九母等城市俄军撤到奥斯科尔和布防 随后20日消息显示 乌克兰突破了奥斯科尔和防线 开始攻击卢干斯克 令人无法容忍的是 俄军在撤退过程中竟然把最新 极其机密的突破坦克丢弃在路上 完好无损地落入了乌克兰军队手中 美国对俄罗斯这款最新型坦克非常感兴趣 随即要求乌克兰将坦克给他们进行研究 诡异的是俄军依然重点进攻顿涅茨克州 位于北顿涅茨和右岸的阿尔乔莫夫斯克市 对乌军的进攻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俄乌战争爆发后 西方媒体一直造谣炒作俄军损失惨重的话题 对此俄罗斯终于公开回应 9月21日 俄罗斯防长绍伊古称 俄军在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 损失了5937人 我认为考虑到战争综合状况 至今为止双方大规模对抗的场景不多 战争烈度并不高 很多时候都是俄罗斯利用远程炮火狂轰烂炸 乌克兰军队缺乏大面积打击俄军的能力 因此俄罗斯公布的这个数字应该靠谱 战争前期战况比较惨烈 俄乌双方战死比是1比10 每10个乌军士兵换取了一个俄军士兵的生命 大毛二毛同根同源一直是一家人 同事操哥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个局面 面对认真的俄罗斯 乌克兰的短暂雄起皆成炮影 领东将至 面临断气断电 乌克兰如何解决冲突地区过冬问题 这是个难题 对于俄罗斯而言 9月份有两件大事 一是东方演习 最重要的战略信号是 中国首次安排海陆空三军一起参加演习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中俄被靠背的关系再次得到强化 二是上和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战略信号是 中国领导人疫情以来首次出访 伊朗正式加入上和组织 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 参加会议表态非常积极 印度总理莫迪与普京会谈 正是这两次重大活动 使东方阵营展示出强大的实力 美欧并非是世界的唯一主导力量 这才是大变局时代的真相 面对美欧疯狂的制裁 如果没有助力 俄罗斯很难维持局面 到2022年底 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 预计减少约500亿立方米 2023年估计将下降1000亿立方米 因此俄罗斯必须找到稳定的天然气买家 从俄罗斯经蒙古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 将成为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二的实际替代品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世界天然气价格飙升 而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将比液化天然气便宜得多 苦经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段37分钟的讲话 苦经强调 美欧很难孤立俄罗斯 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安定和平的最大威胁 亚太国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与技术发展中心 除了中国市场之外 俄罗斯计划实施巴基斯坦西项目将天然气输送到巴基斯坦 无论欧洲政客怎么表演 欧盟离不开俄罗斯天然气 强行限制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后果非常明显 那就是欧洲各国经济衰退 丧失竞争力 这就是普京的底气 在稳住后方之后 俄罗斯立即开始真正的进击 就是分割乌克兰 本次公投加入俄罗斯的四个州 几乎把乌克兰黑海沿岸地区全部拿走 乌克兰只剩下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能够出海 问题是俄罗斯一口一口吃下去 尼古拉耶夫州和奥德萨州的陷落也是意料之中 现阶段失掉四个州只是阶段性损失 未来丢掉整个黑海沿岸 甚至地涅泊和以东地区全部并入俄罗斯 也不能排除 乌克兰的命运可想而知 只要打不垮 那就打到底 这是俄罗斯的风格 目前显然冬季作战计划已经开始 9月初以来乌克兰的进攻成果 可以认为是俄罗斯引蛇出动的战略 乌克兰的地形非常适合冬季作战 河流冰封之后 双方攻守自由度将大幅提升 战争一定会继续 受苦受难的就是乌克兰人民 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乌克兰人拥护的政权 选择了当美国的走狗 为美国的利益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那就慢慢地为美国献出一切吧 大国不容轻武 而太多势力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 2 集合 2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